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知道仇敌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叫他停工 因为过去七十年来为什么很多事情做不成 因为每次就中了仇敌的轨迹 做着做着又不做了 做着做着又不做了 一直在停工停工停工 以至于这件事情七十年都做不成 而他为什么五十二天能够做成 因为他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就是不停工 我还是说你一定要弄清楚仇敌到底要做什么 你旁边的那个人不是你的敌人 你的老板不是你的敌人 你所带的这一组人也不是你的敌人 你的牧师长老 你的小组长 他们都不是你的敌人 另外一个教会的传导人也不是你的敌人 你的敌人只是背后撒旦 用这些在你周围的人事物 让他们激怒你 让他们让你害怕 让他们让你愤怒 让他们觉得不平 以至于说那我不干了好不好 千万不要说不干 因为你一说不干仇敌就赢了 你只要说我通通知道我现在就是很生气 可是我告诉你我就不停工 仇敌就拿你没辙 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因为他用尽了他的招数只是要你停工 他用哪些招数呢 接下来我们看几个仇敌的招数 你要知道那些东西原来背后是仇敌要我停工 比如说什么 比如说仇敌会用一招就是反反复复的跟你说 我举例来看 在这段经文里面说 他们这样四次打发人来见我 他说我都如此回答他们 尼西米非常清楚知道 我不会受你影响 所以你问我四次 你问我四百次 我还是告诉你 我不下去 我不停工 我不下去 我不停工 你知道当我们不是非常笃定很坚持的时候 别人问一次不去 两次不去 三次不去 四次不去 慢慢慢慢你自己都会怀疑说 真的不去吗 仇敌知道 他问的越多 我们里面好像就越忐忑不安 因此他知道我要再问 我再问 我问五次 我问六次 我问七次 总就有一次 你就说 那好试试看 我要不要停工去吧 这是仇敌的工作 可是尼西米知道 所以四次 四十次 多少次我都告诉你 我就是一个答案 我不动如山 我就是一个答案 我就是告诉你 我不停工 我就是告诉你 我不下去 不要允许仇敌 用一再反复的挑衅你 以至于你里面的那个笃定 越来越动摇 我们要选一个功课 在上帝的恩典当中 求主帮助我们 不动如山 因为你知道 仇敌的目的就是要你停工 问多少次 都是一个答案 不停工 而是一个人的事